总算来到芝加哥啦 以前一直想到芝加哥来看一看 因为它是美国第三大城市 它也是伊利诺伊州乃至整个周边地区的最大的城市 来的时候天也不算很好 但所幸是气温没有那么冷 因为毕竟是11月份 还没有到最冷的时候 对 马路对面 对 走 我们来吃一个中餐 叫做明轩 明轩 Cuisine 你好 你好 对 我觉得很久没有看到可以拿这个电子设备点菜了 你不知道你习惯不习惯 哦 谢谢 好了 我们开始吃 好 我们开始吃 我们先上来的是一个牛百叶 牛百叶的样子还是比较不错的 他这个酱也很不错 一个芥末一个甜酱 一个酱油 一个酱油一个面酱还有一个辣椒 是吗 对 这个一定是果内味道 这毛肚很正宗 而且一点都没有这个内脏的味道 处理的很干净 水发也没有发的那种特别过分 嗯 一分钟后 嗯 感动 已经接近尾山了 最后吃点甜的 当做饭后甜点 酥皮流沙包配普尔绝了 下午2点还是3点4点 有30%-40%的概率下雪 我也挺希望它下的 这个道路的尽头就是密歇根湖 特别辽阔 就跟大海似的 对 这儿要是到了夏天 那肯定是很好的地方 所以这儿就能够想到芝加哥的夏天 你看这个沿着湖边的 都挺可爱的 这是有点像麦潭 有点像中山东一路的感觉 Navy Peak 这个就是海军的军港 天实在太冷了 而且这个湖边的风呼呼的吹 所以还不如到室内呢 我这印第安人的衣服特别可爱 你看这儿还有个大的温室嘞 这儿搞的真不错 也不用出去 就在屋里看着这外面这个天寒地洞的海边 或天寒地洞的湖边 它这儿可以走得很深 哎呦 这个天气预报还真的准 从这个Navy Pier里面走出来 天就已经开始下雪了 这个雪虽然不大 但飘在空中 感觉有点圣诞的气息 今天有一战是西马克的Reserve Roadstreet 它在东京啊上海啊米兰啊都有 然后美国的话应该是西雅图 还有芝加哥吧 像这样的店里 它都会有别的店不会有的饮品 当走进去的时候 发现这个店比想象的要大 它从上到下一共四层 在一层呢 有一个特别大的咖啡烘焙装置 店里的音乐开得比较的大声 整个氛围都是暖暖的 我们往上走吧 这儿还有这个上海啊 这个是星巴克的 星巴克那个Reserve里面的三款 芝加哥特营里面的一款 叫 Lake Shore 哈啰 喝下吧 我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酸酸甜甜的 但是不那么甜 不是那种奶油味的甜 是水果味比较清爽的甜 我觉得这个星巴克的Reserve 还是不错的 一共四层 还有这个几款当地的特饮 暖气开得又足 然后整个色调都是暖洋洋的 非常适合冬天 美中不足的就是 看起来没有那么霸气 就走到眼门前才能把它认出来 最近芝加哥的治安不是特别好 在很多新闻里都可以看到 有很多枪击案的发生 所以天黑之后就先回酒店休息吧 明天还有一个博物馆要走 去看一下恐龙化石 然后再去预约很久的 网红牛排馆去探一探 就这样 晚安啦 试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